上期视频还有一部分内容 剪辑在这期里了 这位帮你啊 这个位置 也可以 对吧 这样看 这样看看雕刻 这样看看他们的文 手上弹 都能够各种各样都能够弹 这个上面再有点雕刻的东西 反正有点松 那个 因他在牙上在雕 牙上雕刻 他又干起老本行 哈哈哈 牙上上次我给他看过一个文字 有点小的文字文 兴致就好了 今次看这个雕刻感觉怎么样 嗯 还是很有意思 我是大哥也是 他也在讲话里面 买了个牙齐 是吧 一次没有给我挖过来 哈哈哈 小姑姑也买了一个啊 然后我小姑姑姓猪嘛 然后我说 你看我们现在家 现在都配齐了 老猪配齐 然后 所有工具都已经配齐了 这个牌子一样厚 还是多 中间又一样窄一点 可能 我感觉应该是要窄一点 对 应该是要窄一点 应该是要窄一点 这个也是窄一点 是不是 应该没有那么厚 他这个应该差不多 很小很小 我估计两边就进去一毫米 是吧 这个他也是要窄一点 他应该是有余 主要是窄的 他可能是两边 我感觉是两边是下去的 中间是凸的 是吧 是吧 两边下去中间凸可能 他这个应该 没有那么凸 他这个应该就是 那牌子凸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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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去切就行了 你去切就行了 你去把它切成那么大切了就行了 切了给它撑一下扣扣 顶这一环 那里二环 那边三环 这个蛋壳感觉 再给它叼一层 叼两层 还要再叼两层 因为这个白稍微有点厚 还要再下皮层是吧 嗯 亲自感受一下这就行 昨天我们买海鲜的时候 老婆让我发一个 所以你发给他看一下 嘴料现场 哈哈哈哈 是你嘴自己吃 那你就给他搞吧 差不多了就行 要是如果处杂的话 你要公分要加一点也可以 公分要加一点 算我的没事 反正差一点差的也不多 然后我给他撑一下 来抄沫螺蝦 好 我说让他发一个骨 我们考虑一下 对 合适的好得容易 我们这个料子 你知道吧 当时我们一会儿 有空的时候带回来 对对对 带回来也可以 对对对对 带回来也可以 先把那个 那小布拿回来 哦 一笔幻红它眉间 一笔青椒熄开闪 一笔诗诗诗念念想 好 不要